为了报复妹妹,我答应了家里安排的联姻,对方是芳馨明练了好几年的段一签,新婚业,联姻丈夫将一叠纸扔在我面前,来,先签个协议,协议第一条,永远不能提离婚,我和芳馨从小就不对付,她明里暗里不知道折磨了我多少回,我那不值钱的爹,只会说,她是妹妹,堂堂你让住她点。 小时候,我学画画,她在家砸我画板,我学舞蹈,她往我的舞蹈鞋里放图钉,我学钢琴,她让我摔断了胳膊,直到我学了跆拳道,把她狠狠地揍了一读,当然,被我罢官,起来饿了一天一夜,所以,当奶奶提出来让我去跟段一签结婚的时候,我没有考虑就答应了。 正当奶奶给我盘点段家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的时候,芳馨哭哭啼啼地闯进了书房,那架势仿佛要嫁给大十岁的老男人的人是她一样,奶奶为什么不是我嫁给段一签,而是姐姐嫁,她拽住奶奶的胳膊晃来晃去的撒娇, 当然是因为,我才是方家大小姐,而你是来路不明的私生子,也肿了,我吹了吹钢做的指甲回应道,芳馨一脸委屈,冲住奶奶嘟住嘴,奶奶,你听,姐姐又这么说我,奶奶冲住我白了下眼,随后拍了拍芳馨的手,你先出去,使段家指明要和堂堂联姻,恐怕,也是因为你的身份吧。 我强忍住没有笑出来,看住芳馨一脸的猪肝色,奶奶吩咐管家送来了最新款的高定,让我选一条,晚上先去跟段一签见一面,美其名约是相亲,其实就是婚前献一面,即使我俩互相看不上对方,这个婚也是结定了,约好的六点见面,我磨磨叽叽地睡了个下午绝,随便倒伤了一下就准备去 下楼的时候,方欣正在客厅里和一个穿着西装的男人说住话,眼镜里都快拉丝了,虽然只看到了个背影,但我能确认那就是段一签,实在是方欣笑得太不值钱了,那样子仿佛要把段一签吃干抹净,我慢慢悠悠地走下楼梯,段一签听到我的声音转过了身, 一张精致地脸落入我的眼帘,白皙的皮肤,配合注勾人的桃花眼,挺鼻薄唇,看就是薄情之人,无所谓,反正我嫁给她也不是为了什么刻骨铭心的爱情,实在是她家条件好,我婚后也可以像现在这样为所欲慰,并且还可以让方欣难受,举两的,和乐而不畏,方小姐, 准备好了的话,我们就出发吧,她开口,如清风般的声音传入我的耳朵,不得不说,段一签这个男人真是极品,怪不得方欣喜欢这么久,好走吧,我刚要往外走,就听到方欣委屈唧唧的声音传来,一签哥,带住我可以磨,我今天来是和方唐小姐相亲的,你跟着不合适,我走到她身边,挽起她的臂膀,段一签, 配合住我,一起往外走,至少在外人看来,我们初次见面还是相互吸引的,不用看,我也知道现在方欣急得跳脚的样子,走出方家大门,我一把甩开断一签的手,方小姐还真是狠心,利用完了就变脸啊,断一签细血地看住,我笑,顺手打开了副驾驶的门,我莫搭理她,闪了进去,她车里 一股芳心身上香水的味道,呛得我捂住鼻子,一路上,段一签没说话,我也懒得开口主动跟她搭讪,她选在了本市最大的餐厅,据说这个地方需要提前半个月预约,我原以为段一签是早就定好了,没想到,这竟是她名下的产业, 本想住把话说,清楚我就走人,但据说这家餐厅味道很不错,我决定品尝一下,等住上菜的间隙,段一签主动开始问我的情况,无非就是相亲那些套路,年龄,专业,之后的事业规划,我白白手打断了她,人也陷了,妻也像了, 婚期呢,你们定,我全面配合,要是你不介意,我们就一起吃完这顿饭,不然,您就自己吃,断一千姜菜,单递给我,眼尾微微上扬,眼神晦暗不明,方唐小姐,和传闻中一样有意思啊,传闻,那就这样说定了,我先回去着手安排婚礼,防小姐自便,只是没想到她这个住守住的, 这磨快,扭头就走了,我望住一桌的菜,陷入了沉思,这,怎么吃得完,本着不浪费的原则,我给闺蜜琳琳打了电话,一顿吐槽加狂躁,我们结束了这顿晚餐,回到家,还未进门,我就听到了客厅里芳心吵闹的哭泣声,有味刺耳,听那意思大概就是,奶奶偏心我, 让我嫁给段一千,而故意欺辱她,这样的手段,我从小就现,小到一块橡皮,大到一辆车,每逢是她想要的,总是哭哭啼啼地得到转头,在我面前破坏掉,我本来不打算,进去,没想到芳心越说越离谱,扯到了我妈身上, 肯定是这个女人偏心,欺负我妈不能在这个家里,要不是当年,你要死要活的,今天在这里的就是我妈了,你这个,莫等她说完后面的话,我一巴掌打在了她的脸上,实在是不解气, 我又反手给了一巴掌,要不是我妈心软,你早就在外面要饭了,还敢在这里给我骂骂咧咧,你这张嘴如果再敢乱说话,下次可就不是打一巴掌这么简单了,方心捂住脸,眼含泪水,一副可怜样,走到爸爸身边嚎啕大哭, 我爸是个聪明人,只要我真的发了火,他从不敢违逆于我,即使不看我的面子,还要看我身上的股份,再不计还有姥姥一家,再加上现在我和段一千的联姻,他一脸的不爽,拽住方心的胳膊,让他跟我妈道歉,方心反抗住,嘴里还振振有词,那你们说,凭什么嫁给段一千的不是我, 我哪一点比姐姐差,自然是,我非要娶堂堂了,话音刚落,我回头就看到了段一千,和一个跟他长相差不多的男人进了我们家,方伯父方伯母,我今天来是想跟你们商议我和堂堂的婚事的,他说住话,眼睛一直望住我,不知道的还以为真的多喜欢我呢,随后指住身边的人向我们介绍, 这是我哥,段家现在的董事长,我也耳闻过,段一千的父亲不是做生意的那块料,因为他爷爷将公司直接交给了,段家的大公子也就是眼前的段一红,震寒暄过后,他们便开始植入主题聊关于我们的婚事, 而我和段一千两个人像是两个未成年,被赶去了花园散步,美其名曰,联络感情,我坐在泳池边上,段一千站在我的身边,低头望住我,眼含笑意,你跟我结婚就是为了气, 放心,我翻了个白眼,我不会为了那众人放弃我的生活,主要是你条件还可以,段家能让我往后的生活衣食无忧,刚好又可以气到,放心,我才决定嫁给你的,段一千没忍住笑了,出来,你还真是直爽得吓人啊,我没接话, 这十方心端珠杯热腾腾的咖啡从里面走了出来,后面跟着段一红,我没忍住冷哼了一声,段一千望向我,意思是你在笑什么,打个赌膜,一会儿放心会端住咖啡,走过来,假装摔倒泼在我的身上,你信膜,那你会给他这个机会膜,段一的回答倒是让我出乎意料, 记忆中我不管,跟谁说放心给我,背地里使绊子,这种事,对方都会跟我说,不要污蔑你妹妹,说话间,放心已经走到我身边,就在他咖啡要往我这边倒的时候,我轻轻伸脚,他摔了个狗,吃屎段一千在一旁默忍住,笑出了猪叫,放心嘟住嘴巴用,委屈到拉丝的眼神看住段一千,一千哥哥, 我脚扭了,你能带我去医院看看膜,眼泪如断了,现得珠子扑速速往下掉,段一红飞快地将他从地上抱了起来,宠溺地看住他,我带你去,走过我的身边,放心挑衅地望住我, 这时段一红又补充了一句,别耽误我弟弟和弟妹谈恋爱,他俩离开后,段一千耸了耸肩,期待下次见面时,能有更有趣的事发生,说完头也莫回地离开,大约十点钟,放心窝在段一千的怀里,被他送回了家, 我那个不值钱的爹脸上的表情,估计心里连他俩孩子叫啥都想好了,果不其然,段一红走后没多久,我爸就笑嘻嘻地走进我的房间, 我给你合一签名添定了地方吃饭,既然打算结婚,就得多接触接触,我不错眼地看住他,等住他的下文,那啥,你带住你妹妹一起去见见世面吧,你妹妹一个人也尴尬,你顺便叫住段一红,我看住他对你妹妹有点意思, 这要是你们姐妹俩一起嫁进段家,那对咱们家也是件好事,算盘倒是打得很好,还有一点吧,段一红现在是段家的掌门人,要是他能成为我们方家的女婿,那爸往后的日子岂不是要顺风顺水了,我没接话,爸爸只当我同意便出去了,第二天傍晚,段一千早早地就到家里来接我, 方欣早就打扮的花枝招展百分号的,高跟鞋,露背碗礼服,睫毛刷得能夹死苍蝇,反观我一身运动服,半高的马尾,这都是段一千提前跟我说好的,要在一个不难膜,高大上的地方吃饭,让我舒服就好,车到了闹市区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停了下来,下车的时候,我看住眼前的东北菜馆, 憋得脸都红了,原来是这样,方欣踩住恨天高,望住眼前坑坑洼洼的水洼,不敢下脚,段一任绅士地伸出了手,可就在方欣要走过去的时候,又收了回去,只听,啊的一声,方欣的不远处有住一坨新鲜的狗屎,高档小礼服被沾了一大片鱼迹,画好的庄也糊成了一团, 我往后退了一小步,伸手捂住鼻子,这狗可真不懂事,方欣脸越发难看,像是被踩住尾巴一样止住我就扑了过来,断一千眼几手快地将我往后一拉,害得方欣差点再摔一次,我倒是不担心,毕竟方欣要玩,什么把戏我一清二楚,果不其然,下一秒,她嘴角一洒, 委屈倒不行,姐姐我摔得好痛呀,你可不可以陪我回家换服,自己出了丑,也觉不让别人过得舒坦,这就是我那好妹妹,我责了一声,反问,要不然,打电话让一红哥哥过来,送你回去吧, 正好路上交流感情,方欣挂在嘴角的泪水都还没擦完,连忙摆手说自己也能回,然后转身,就拨通了我爸的电话,懒得听他梨花带雨纸般,颠倒黑白,我拉住断一千,就网店里钻,入座后,断一千一脸一油,未尽,时不时还往外边看鸡眼,昨天说的是你考虑的如何, 我拿住菜单,漫不经心地扫过上面的菜品,断一千文言,转过头来,他微微拖住下巴,反问,既然是商业,联姻,那模拟能给我带来什么?我没急着回答,将菜都点完后,才看向他,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你断二少爷点名要我的,对于你刚刚的问题,我认为咱们可以写一份合同,大家把需求明明白白白出来, 不是更方便,我继续说,断一千是个聪明人,同时也是个商人,我给出的答案接近完美,但奇怪的是,他并没有我想象中的满意,你合同没问题,不过,你们方家的资源恰巧不是我最需要的,那你想要什么? 我抬眼看他,断一千,微微一笑,看不出意图,一个月的时间,到时候我再给你答案,故弄玄虚,我心里吐槽一句,没有继续追问下去,将心思全部放在了端来的菜上,饭吃到一半,手机铃声响起,拿过一看,发现是父亲,堂堂啊, 你快回家,一趟吧,你妹妹他,总之你现在快回来,父亲语气十分犹豫,背景还夹杂住芳心的鬼哭狼嚎,我加了一个饺子,咽下后才将电话挂断,看来这顿饭吃不了了,麻烦断公子送我回去,家里戏台子已经搭好了, 我擦了擦嘴,断一千,应了一声,起身买了单,回到家后我没让他进去,毕竟接下来的戏有些不太好看,父亲听到我回家的声音,连忙跑过来抓住我胳膊,愁住脸说,堂堂啊,你怎么能这样对你妹妹,她身体不好你也知道,人呢,我懒得跟着老糊涂多说,干脆直奔主题,父亲微微一愣,只向二楼, 在房间休息,其一声正在给她看呢,我不免冷笑一声,怎么,现在摔到狗屎上也得看声了吗,芳心似乎是在证明自己摔得多严重,我还没进房间就听到她那委屈巴巴的哭泣声,呜呜爸爸要是妈妈在就好了,你这个女人滚出去,都是你害死了我妈,她躺在床上发疯,双手乱抓朝着我妈脸上就扬了过去, 我见状怒火涌起,冲上前,抬手一巴掌,扇了过去,芳心脸上立马出现了道红印,随后我猛然拽住她的头发,将她往床下扯,害死你妈,芳心你现在去我老牌位前跪下, 然后一字一句,说清楚,到底是谁害死了谁,我奋力往楼下走,芳心被我拽得不停尖叫,父亲连忙上前,将我拦住,让我放了芳心,还说什么的姐妹一条心听,到这些话我更来气,恨不得当场把这小贱人和她打包了丢出去, 母亲则跟在后面抹眼泪,手里的佛珠都快给她转出火星子了,我见她这抹心软,气得心口都在痛姥姥从小疼我,从幼稚圆起,就是她牵住我的手上下学。 后来芳心母女俩找上门来,把家里闹了个鸡犬不宁,母亲是个慈悲心,说孤儿寡母的在外也不好过,本想住给些钱打发了,结果她俩不依不饶,愣是把姥姥的心脏病气犯了。 姥姥走后一年,芳心的母亲也出了车祸,开的还是我妈的那辆车所以从那天起,我妈就认为是自己愧对芳心母女, 对她比对我这亲闺女还好,这魔多年了,芳心依旧是一有事就把她母亲的死拿出来,说是百事百灵,芳心你听好了,我妈不怨你,不代表我也跟着忘了,你要是再敢污蔑一句,我就让你下去给姥姥赔罪,我松开了手,低下头来瞧住她,恨不得将她生吞活泼,芳心的哭声忽然停止, 像是想到了什么一样,朝着我扯了扯嘴角,芳心被我暴打一顿后,闹住要去医院住,还说什么要检查全身三变,我任由她发颠,甚至八部的家里多清静,积天,但父亲却坐不住了,她在我面前转悠了积天,最终还是开了口。 堂堂啊,我知道你生妹妹的气,但是她身体不好你也知道,以后就多忍耐点,她坐到了我身边,一副慈父模样,我无语耿住,很想告诉她,芳心是坏推我的时候,那力气看起来可是能活到八十还一口气爬十楼的,不过我知道,她这句话只是个引子, 果然,知父,莫如,女,下一秒,她就沉重叹了口气,你和一千的失算是稳妥了,但细心和段一红的是,你看看能不能帮忙给他们确定下来,爸爸年纪大了,就盼住你姐妹俩早些成家,我笑了说,行,那过两天,我约他俩出来,带住芳心一起去,父亲得到了这句话,眼角的褶子都笑成了一味。 一片,连忙起身,给芳心回电话,我往后靠了靠,拨弄住新作的美甲,心里快速盘算起来,时间定在了三天后,地点是在段家,芳心这一次吸取了教训,特地找人了解了段家老爷子的喜好,花了不少钱买了鸡块玉石,他又打扮成了一朵温顺小白花,人见人连,我站在他身边, 活像个小说里的恶毒女配,伯父好,我是芳心,芳心笑盈盈地将礼物送上,一手想要挽住段一红,却挽了个空,段一红像是压根墨想起他是谁,甚至还往旁挪了一步,我在一旁看好戏,段家兄弟的事最近倒是听说了不少,段一红是董事长, 帅气多金,自然是榴莲花丛中的人,至于段一千,似乎是个听话的乖宝宝,嗯,你把东西放下吧,段老爷子点了点头,目光转向了我,笑得满脸慈祥,堂堂啊,你都长振磨大了,哎呦真好,一千这小子莫欺负你吧, 她招了招手,让我坐过去这前后两副面孔,不仅是芳心,连我也有些琢磨不清,但很快我就反应过来,毕竟是商业联姻,我的价值比芳心高了不知道多少,伯父真是说笑了,姐姐的脾气谁不知道,我都怕一千哥哥被骗了,哎呀,我好像说错话了,芳心捂住嘴,装作一副害怕的模样,咔哒, 我掐断了瓜子壳,又开始要给我造谣了是吧,这个小贱人,读书的时候他就来这招,抢走了我好几位男友,同时还让我被孤立,但那都是小时候的事了,现在还能让他继续,我冷笑一声,问,妹妹你这话就有问题了,说得好像一千是傻子一样,谁都能骗,骗我,她要是愿意骗我,然后嫁给我, 对我来说真是求之不得,段一仔笑住,开口,目光落在我的身上,不知为何,居然有一种让人心安的感觉,芳心被我们组合,开对,脸色微微一变,继续演,可是姐姐,你昨天还和我说,想嫁的是一红哥哥呀,段老爷子听完冷哼一声,将手中的拐杖敲了敲地板, 我听说方家二小姐身体不好尝尝,吃药,今天一看应该是真的,不然怎么会说出这种乱七八糟的,的话,既然不舒服,就早些回去,她低头喝茶,绕住弯下住客令, 芳心再唇也不至于听不出好赖话,只好连忙接着说记错了,在家里百事百灵的绿茶法子不顶用了,她脸色比摔狗屎上那次还要难看,我看得格外开心,巴布的这种场面多来一点, 不过我也清楚,回到家里迎接我的将是一阵暴风雨,果然,从段家离开后,才进家门芳心就开始了鬼哭狼嚎边说住什么,自己死都不要嫁给段一红, 就算要嫁也绝,不和我尽童,一家门,我没有妈妈,还是个野孩子,所以我就应该得到这种羞辱吗? 芳心捂住胸口,趴在沙发上哭,急得爸妈围住她打转,我不明白她闹这魔,一出是喂食魔,挤对我倒是正常, 但前两天还骄,滴滴缠住段一红,怎么今天就变,我拿出手,急询问段一千, 很快就得到了回复,我哥好像把她拉黑了,你们走之前还让她离自己远点,段一千的聊天窗口显示住正在输入,紧接着又是一段话发了过来, 她刚刚加了我,其他的社交软体百分号也关注了,原来如此,我算是明白了,芳心眼见自己攀不上段一红了, 这才把目标又转了回来,要从我这抢人,野孩子,你终于认同自己的定位了, 我收起了手机,乐呵呵地看住,哭闹地,放心,母亲捅了捅我胳膊,让我说话注意点, 我和一千哥哥情投意合,这磨多年,凭什么你们都向住她,早知道这样,我不如跟我妈一起死了好,此话一出, 父亲的脸色又难看了几分,要不然,我明天去和段家再商量商量,毕竟咱们不能棒打呀, 父亲缓缓,说住,一双眼睛投向了我,那让段一千自己来和我说,不然我不认, 我丢下一句话后上了,楼楼下,立即又响起了一阵吵闹,一会要喊医生,一会又要送医院, 但这些都无所谓,因为她在怎么闹,我都不会把段一千让出去, 甚至,我还要把方欣这个小畜生,从这各家车彻底底赶出去, 到了半夜,我正敷面膜,手机突然收到了一条资讯,点开一看, 发现是方欣发来的,是张图片,灯光昏暗,但能看出是个酒吧, 方欣穿得格外清凉,正靠在段一千的尖头甜笑, 除此之外,还有一句故意恶心人的话,不好意思,我先得手咯, 虽然不知道方欣使用了什么招数得到了这张照片, 但我的兴趣被勾上来了,这蠢货终于放弃一哭,二闹一上吊的招数, 完了,点正常人该玩的,我手指上下,翻动,回复一句话, 祝你好运,随后关机,安稳入睡,第二天一早, 我就被敲门声吵醒,母亲满脸愁容地站在门外, 不停地搓着手,似乎在想该如何开口, 我大概猜到她是为了什么事,毕竟芳心昨晚将那张照片发到了朋友圈, 堂堂我知道这件事说出来你肯定会生气, 但是实在没有办法了,咱们和段家商量一下, 你和段一红订婚吧, 反正外面也只知道咱们跟段家定了亲, 不知道是谁,魏石魔,段一千自己来说的, 不是,是欣欣她说要是不嫁给段一千就没法子做人了, 母亲叹了口气,眼中满是愧疚我乐了, 芳心这魔,保守的吗? 靠了一下肩膀就只能嫁了, 是吗?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我抛出问题,想看看方心壶炉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她说段一千昨晚喝她多酒, 就总之你先别去找欣欣, 我怕她想不开, 母亲眉头越皱越紧我点了点头, 反手就拨通了段一千的电话, 让她现在过来一趟, 段一千昨天似乎喝了不少酒, 接电话时声音糯糯的, 但很快映下了段一千来得很快, 不到半小时就出现在了我家客厅, 即便是这样, 她也将自己打理得不错, 一套未铁的西装配上柔顺的黑发, 格外帅气, 堂堂我看见了那张照片, 不过这是个误会, 段一千见到我后开口就要解释, 我连忙拦住她, 不顾父亲的祖兰将她带到了方欣的门口, 她说你俩昨天睡了, 我憋住笑, 特地将声音放大, 方欣正喝住那些乱七八糟的补药, 听到这句话脸刷得变白了, 姐姐, 你什么意思, 现在是要来看我笑话吗? 方欣抢先开口, 堵住了刚想回答的段一千, 看你笑话, 现在被看笑话的是我才对吧? 我叹了口气, 拉过一张椅子坐下演戏嘛, 谁不会, 我眉头一皱, 暗自掐了掐大腿, 眼泪立马冒了出来, 眼看我都快结婚了, 结果妹妹和未婚夫背着我做出了这些事, 你要我以后怎么见人? 我还不如死了算了, 我边哭边说, 做事就要从阳台翻下去, 母亲莫见过我这样, 急得将我一把抱住, 怎么说我也是她亲生的, 总不能真让这个小贱人把我害死了吧, 屋里闹得鸡飞狗跳, 一旁的段一千莫不作声, 只是看住我, 片刻, 她眼中闪过一丝脚霞, 似乎明白了我的意图, 昨晚是芳心小姐求助我朋友来参加她的生日聚会, 然后趁我喝多了拍照片, 后来我也是被朋友送回家的, 如果不相信, 我可以请朋友调出酒吧监控, 断一千万条斯理的说住, 正打算往下说, 芳心再次打断, 你喝多了, 当然不记得, 是我送你回家的, 然后你就, 一哥哥要是不认账, 我真的活不下去, 断一千文言点了, 点头答, 没有做过的事, 我当然不认, 活不下去的话, 那我也没办法, 芳心这回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想要靠谎言, 抢走断一千让我难堪, 却没想到人家证据链保存的完好, 压根不接招, 但断一千并不打算到此位置, 他整了整衣领说, 看来方伯父对芳心小姐的教育有些问题, 现在就余会我, 谁知道以后会给断家带来什么麻烦, 雨碧, 父亲立马急了, 他一把甩开趴在自己身上哭得芳心, 慌慌张张说什么都是自己的错, 父亲什么都能纵住芳心, 但和方家利益有关就不行了, 这也是为什摩他一直不敢把那件女人带回家的原因, 如今眼见要搭上断家这艘大船, 他怎么可能让这机会跑了, 反正我看戏也看够了, 该给芳心来点狠的了, 一千你别着急, 芳心根本算不上我们方家的人, 就是一个不知好歹的野种, 断家要是有顾虑, 明天我就把他赶出去, 我边说边看向父亲, 他低住头不敢反驳, 好,希望明天能等到好消息, 伯父伯母, 我就先回去了, 断一载又添了拔火, 将我爸这鸭子赶上了架, 我正打算多多给我爸洗脑, 却被断一千抓住了手腕, 饿了, 陪我去吃饭, 他不由分说, 拉住我就往外走, 我被他一路拽上了车, 满腹一律, 还未开口, 一份合同就放到了手边, 上面名画晃写住婚前, 写一四个大字, 白纸黑字写了不少, 但大意就是断方两家互相帮助, 没石膜实际意义, 我握住合同, 心里的疑虑更大了, 你明明知道, 我只是利用这段婚姻, 把芳心赶出去, 为石膜还要同意结婚, 我开口询问, 断一千靠在椅背上, 侧过头来看住我, 阳光洒在她的发间, 格外好看, 断家想要联姻的却有很多选择, 但我找妻子总得找自己喜欢的, 她微微一笑, 看不出真假, 这人真是油嘴滑舌, 我心里默默吐槽, 但未等开口, 断一千又继续往下说了, 倒是你, 你的人生并不是只有赶走芳心一件事, 我可以继续帮你, 但如果你想找一个自己真正喜欢的, 我也同意毁婚, 她渐渐收起笑意, 头一回录出了认真的神情, 这句话像是一场春雨, 在我心中滋生出无数嫩叶, 自从考劳走后, 就再也没有人和我说过这些话, 在芳家我就像一个多余的人, 大家只在乎芳心, 从未管过我的喜乐哀愁, 这么多年了, 我只想住如何为姥姥报仇, 保住家, 也别让便宜老爸昏头全给了芳心, 至于自己真正喜欢什么, 一时见我还真想不起来, 见我半天不说话, 断一千也不再开口, 我们两人就这样坐在车里, 静静看住暖阳映在枝头, 好时光还没享受, 多久, 手机铃声便像催命一样响起来, 我拿过一看, 果然是父亲, 你妹妹她割腕了, 声音从听筒传出, 断一千也听得一清二楚, 你先回去, 等我半小时, 我会陪助你解决一切, 断一千月身帮我打开车门, 我点点头, 但心里压根没有多想, 毕竟放心这颗毒瘤, 想要铲除, 真的没那么容易, 下车之后, 我一路跑到方心门外, 看住其医生拎住药箱, 急急跑来, 他做我们的家庭医生折磨多年, 算是受了方心不少折磨, 但这回脸色也有些慌张, 你们都滚开, 不是要赶我走吗? 好, 我明天就一头撞死, 下去跟我妈告状, 让她知道你们都是怎么欺负我的, 方心的声音从门内传出, 带住一些疯癫, 父亲在门外急得直跺脚, 看现我后一把拽住我的衣服, 说, 你真打算看你妹妹死, 现在你马上想想办法, 看看怎么去和段家求情, 我看住她这样, 心里算是凉透了, 其医生去多喊些人把门踹开, 我甩开了父亲的手, 指挥住, 其医生点点头, 不一会就带了三个人开始强开门, 与此同时方心的哭喊声更大了, 母亲也开始抹泪, 念叨住怎么会变成这样, 我气不打一处来, 怎么会变成这样, 这不是你们一手宠出来的祸害吗? 妈你冷静点, 等一下我进去问问她想要什么, 看看能不能解决, 我决定先稳住她和父亲母亲点了点头, 莫再多说, 不一会儿门被成功打开, 指剑方心躺在地上, 右手背画了一道口子, 鲜血正网勇, 她看到我后, 猛地爬起就往后退, 喊住, 你滚出去, 这个家由我摸你, 嘖嘖, 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 我挑了挑眉, 示意那三个人上去将她按住, 然后转头看向父亲, 问, 你听到了, 她的要求很简单, 父亲表情变了又变, 最后脸色一沉, 瞪住我, 妈, 你就把那段一千让给她不行吗, 你去段家好好说说, 有那磨难, 我让, 从小到大我让了多少了, 连爸都让出去了, 我强压住怒意, 说, 不是我不让, 爸你又不是不知道, 段一千就是不喜欢她, 再说了, 小时候你怎么天心我都不管了, 你可想清楚了, 要是再由看她这样闹下去, 咱们方家迟早要被闹垮, 还有, 姥姥那边的资产一直在我手里, 您要是继续护住芳心, 那方家下一轮的投资, 我就只能停止了, 接连三句话, 字字砸在她的痛处, 母亲还想说些什么, 也被我拦了下来, 妈, 您是要为了她把自己, 亲规女感出去吗? 您可别忘了, 姥姥就是因为她们死的, 难道说你希望我也被她害死吗? 我指向门外, 那个方向放住的是姥姥的牌位, 母亲微微一正, 不再开口, 包芳心眼看父母要被我说动, 尖叫一声就往阳台冲去, 妈, 爸, 不要我了, 我不活了, 就在她假装要跳的时刻, 一道清杂训突然从身后响起, 回头一看, 居然是段家老爷子和段一千, 老方啊, 这是怎么回事, 段老爷子一手握住拐杖, 脸色不佳, 父亲方才还怒气冲冲, 献下立马像霜, 打得茄子, 张了张嘴却说不出个所以然, 段老爷子冷哼一声, 指柱芳心说, 就是你欺负我儿, 媳妇, 老方, 你的私事我也管不住, 但是有一条, 不能有任何人欺负我的宝贝而媳妇, 思, 这老头, 什么时候震魔看好我了, 我疑惑地转头, 碰巧看剑段一千冲我眨眼, 这下算是明白了, 感情老爷子也是他请来演戏的呀, 老方, 我带了律师, 你只要签个字, 咱们就还能做亲家, 不然的话, 方家以后都别想和段家有任何的往来, 段老爷子招了招手, 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就拎助当包出献在了我们面前, 话都说到了这份上, 父亲就是在想维护方心, 也没那胆量了, 他一咬牙, 最终是拿过了合同, 人凭方心怎么哭闹也没有停下签字, 这是一份断绝关系的证明, 从现在开始, 方心就不再和方家有任何关联了, 好歹你给堂堂做了这么多年的妹妹, 拿住这张银行卡走远些, 别再出现在堂堂面前, 段一千递上一张银行卡, 眼神阴冷, 方心在家子磨闹都敢, 但面对段家, 他心里清楚, 不时好歹的下场有多凄惨, 段一千给的钱应该不少, 至少够他活下去, 红白脸都给段家唱完了, 父亲连个刺都没法挑出来, 其医生给方心处理好手腕伤口后, 他便被一群人围住, 打包丢上了车, 就连床上被子都被丢了出去, 这回可真是彻彻底底被扫地出门了, 持续了十几年的斗争终于结束, 我看住安安静静的房间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段老爷子和父亲去了书房, 说是讨论生意上的事, 其实就是父亲趁机想多捞点好处, 母亲也回到了房间, 说是要好好休息一下, 我和段一千再次来到花园, 只不过和上次不同的是, 我不需要在时刻防住方心了, 怎么样, 我处理得还算不错吧, 段一千露出一道笑意, 像讨赏的小狗, 我点了点头, 问, 你爸怎么突然这么认可我, 还愿意出面帮我, 段一千笑得更灿烂了, 说, 因为我可是他的宝贝儿子, 我喜欢的, 他当然得认可了, 我翻了个白眼, 还真是不要脸, 但不知怎地, 一想到有人这样坚定地站在身边, 心里就生起一股暖意, 你说喜欢我, 是魏石魔, 还有之前不是你说要考虑一个月, 我继续问, 段一千摇摇头, 答, 我是想看看自己能不能用一个月的时间让你喜欢上我, 至于魏石魔喜欢上你, 因为你真的很有意思, 刚开始只觉得是性子爽快, 但是后面渐渐发现, 你很独特, 在这样偏心的环境中长大, 还能保自己, 真的很难不被你吸引, 段一千缓缓到来, 语气中都带住一阵喜悦, 他突然停下步子, 转身看我, 距离太近, 我几乎要撞上他的胸口, 回约继续下去好吗? 我会站在你身边, 只要你需要, 我就能为你冲锋陷阵, 他低头看我, 一双眼睛映住点点碎光, 我心头猛跳, 说实话, 这般的攻势真的挡不住, 好啊, 我微微一笑, 爽快地硬了下来, 毕竟, 优柔寡断不敢面对感情, 从来都不是我方唐该做的事, 段一千脸上笑意逐渐扩大, 他伸手一揽, 将我紧紧抱入了怀中, 一个月后, 我们婚礼如期举行, 新婚荡晚, 段一千拿出了那份合约闹住让我签字, 上面乱七八糟的条款全被删去, 只剩下一条, 永远不能提离婚, 看着继妹孙曼丽一脸娇羞, 又得意地被傅芳伯牵着手, 走进大厅的时候, 我按道不好, 傅芳伯不会当面毁婚换人吧? 果然, 傅芳伯牵着孙曼丽走到了 傅爷爷面前, 爷爷我喜欢的是曼丽, 和曼丽订婚, 也没违背您当初和孙爷爷订下的婚约, 请您成全, 傅芳伯的爸妈也走到他身旁, 无声地支持他的选择, 周围宾客全部都用可怜, 同情地眼神看着我, 傅爷爷转身, 平静地看着一旁的爸爸, 孙家侄子怎么看呢? 老爷子我没意见, 不过, 婚姻大事还是要双方喜欢, 才能美满, 我爸当然没意见, 他本就不想我嫁入傅家, 可又舍不得放弃傅家这个好姻亲, 现在傅芳伯当众宣布要和孙曼丽订婚, 他可是巴布的呢, 我踩着八厘米的高跟鞋, 不急不慢地走到傅爷爷面前, 直视着他的眼睛, 傅爷爷我知道, 方伯一直喜欢的是我妹妹, 我从来就没有喜欢过他, 我喜欢的是您的小儿子傅茂行, 请您答应我的请求, 允许我嫁给傅茂行, 我用生命启示, 会爱护照顾他一辈子, 说完我坚定地看着傅爷爷, 田田你真的想好了要嫁给茂行, 就算他一辈子都是个植物人, 你也不在意, 我注视着傅爷爷的眼睛, 十分干脆地说道, 是的请罢成全, 我改口直接叫傅爷爷做罢, 傅爷爷不, 现在该改口叫罢了, 当场高兴地宣布, 把他名下的傅氏集团股份, 无偿赠送百分之十, 给我, 还让我今晚就搬去老宅, 和傅茂行住在一起, 我的爸爸嘴巴如动, 还想说什么, 可被老爷子看了一眼, 道口的话又咽了回去, 两分钟前, 丁克用同情可怜的目光看着我, 现在全部变成了艳羡, 要知道, 傅家可是全国屈之可数的大富豪, 百分之十的股份, 我一年拿的分红都是几个小目标了, 傅茂行是傅老爷子的老来得子, 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 二十五岁就接任傅氏集团董事长, 短短两年时间, 就带领着公司更上一层楼, 可惜天度英才, 两个月前出了车祸, 医生说除非奇迹, 不然一辈子都只能是个植物人, 我嫁给傅茂行, 既不用挖空心思奢求他的垂爱, 还能打脸傅方柏和孙茉莉, 最重要的是能让我爸忌惮, 不敢轻易对我妈留给我的股份动心思, 整场宴会, 我都大方地体地坐在傅爸爸身边, 我坐在主桌上, 看着在刺桌上, 曾经对我百般看不上眼的前任婆婆, 现在的大嫂, 极度愤恨地盯着我, 后妈和妹妹也恶狠狠地盯着我, 要是眼神能杀人, 我早就被凌迟处死几百回了, 我举起酒杯, 隔空朝着大嫂后妈和季妹得意地一笑, 看着他们扭曲的脸, 抿了一口鲜红的红酒, 果然更好喝了, 宴会结束了, 傅爸爸安排司机送我回家, 拿东西, 以后我就搬去老宅, 跟傅爸爸还有傅茂行住在一起了, 司机在门外等着我, 我进了客厅, 主沙发上坐着脸色黑得能低沫的爸爸, 一旁, 后妈正安慰哭得梨花带泪的, 你怎么能毁了曼丽的订婚宴, 明天去傅家说, 你一时糊涂才说了那些话, 你今天毁了曼丽的订, 婚宴总要给她些补偿, 这里有一份文件, 你签了吧, 我单手接过后妈递来的文件, 随意看了几眼, 我就知道是什么, 让我把手里公私股份, 无偿赠送给孙曼丽, 我吃笑一声, 把手里的文件一扔, 放松地靠在沙发上吧, 你是提前老年痴呆了吧, 需要我给你联系医生吗, 孙曼丽不要脸, 抢了我的婚约, 还不许我反击了, 我知道了, 有其母必有其女, 孙曼丽的不要脸是跟着杨姨学的吧, 后妈一时间修愤难以, 左手捂着胸口, 右手指着我不住地颤抖, 两行热泪说掉就掉, 老公, 你看啊, 我自认对田田和曼丽都一视同仁, 可田田这么说我, 真是太让我伤心了, 我怎么说也是她的长辈啊, 我爸赶紧起身搂着后妈安慰, 还不忘转头狠狠地训斥我, 逆与你的教养都被狗吃了吧, 快给你洋衣道歉, 赶紧签了文件, 我立马送你出国, 别留在国内给我丢人现眼了, 孙曼丽皱着眉头, 眼泪汪汪地劝我, 姐姐, 我知道你气方白选择了我, 可爱情是不能退让的, 我和她是真心相爱, 你打我骂我都可以, 只求你不要惹我妈生气, 她心脏不好, 我起身对着后妈哼笑一声, 我巴不得她气死才好, 后妈一听这话, 捂着胸口, 嘴里不住地露出痛苦的身影, 啪,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目无尊长的逆女, 给我滚出孙家, 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 一记耳光打在我脸上, 大力地让我脸颊疼得几乎麻木, 我用舌头顶了一下被打的左脸, 擦掉嘴角留下的一丝鲜红, 平静地看着打了我一巴掌的亲爸出嫁从夫, 我以后都是富家的人了, 这一巴掌, 十年前我妈葬礼上的一巴掌, 加上这十年的股东分红, 足以偿还了你的养育之恩, 走上楼梯, 忽然想起什么, 转身居高临下地对着那一家三口道, 孙曼丽以后见我, 记得要叫婶婶上楼, 提起早已收拾好的行李箱,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住了二十四年的地方, 坐在车上, 闭目回忆着前二十四年的生活, 父母白手起家, 成立了一家叫福满屋的服装厂, 后来越做越大, 变成了公司, 在我刚出生的时候, 妈妈就把手里的股份转让给了我, 十四岁那年, 母亲空难去世了, 连巨石首都没有留下, 我的好爸爸带着杨洁, 还有两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 出现在我妈的葬礼上, 宣布杨洁是孙家的下一任女主人, 那两个孩子比我小一岁, 是我的亲弟弟妹妹, 我这才知道, 爸爸早已经出轨了, 我不允许那个贱人和他的孩子, 出现在我妈的葬礼上, 我提着凳子, 疯了一样, 冲上去, 让杨洁和那两个孩子滚, 爸爸甩了我一耳光, 这一巴掌深深地印在我心里, 打碎了我对父亲的爱, 我倒在地上半天起不开, 那小女孩看着我狼狈的样子, 朝我做了鬼脸, 然后哭着说她被我吓到了, 爸爸和杨洁各自牵着一个孩子, 有说有笑地离开了, 那天雨很大, 我抱着黑色的骨灰河, 里面只有一捧气气现场的泥土, 雨水混合着泪水流入嘴里, 我尝到了很苦, 我把妈妈送到了墓地, 看着殡仪馆的人员封了墓地, 哭得撕心裂肺, 发誓一定, 要让背叛妈妈的人付出代价, 我回了家, 冷冷地看着杨洁, 坐在以往我妈坐的位置上, 笑着吃下爸爸嫁给她的菜, 我浑身湿透了, 上楼洗漱, 换了烘干衣服, 把妈妈留下来的珠宝首饰所好, 随意收拾了几件衣物, 拿着银行卡直奔学校而去, 本想自己搬出去住, 可爸爸怕丢人, 已断了我银行卡为要挟, 逼我每个周末都要回家, 继妹孙曼丽, 在爸爸面前对我这个姐姐尊敬有加, 背地里对我恶意相加, 每次我反击骂她都被爸爸撞见, 加上后妈吹得枕头疯, 我很快在爸爸面前成了个小透明, 后妈也对我表面一套, 背地一套, 一直暗示爸爸, 把我手里的股份拿给孙曼丽, 奈何我和傅方白友婚约, 爸爸一直有所顾忌, 一阵鸣笛声, 让我的思绪回到现在傅家老宅到了, 那是占地近千亩的英室庄园, 在我七八岁的时候, 每个周末都会跟爷爷来庄园做客, 那时候, 傅爷爷就说让我嫁给他孙子傅方伯, 爷爷也同意了, 自从爷爷去世后, 我就很少来了, 公公劳累了一天, 已经睡了, 六十多岁的李管家准备带我去休息, 以后, 我就是茂行的妻子, 将和他同住同吃, 李管家把我带上了三楼傅茂行的房间, 傅茂行闭着眼睛, 毫无生气地躺在床上, 在其他人眼里, 傅茂行是一个温文尔雅, 知书达理, 待人接物都很和善的人, 可他唯独对我冷眼以待, 每次见面都黑着一张脸, 导致我有点怕他, 看着他现在活死人般的模样, 我倒是希望他继续起来, 对我冷眼, 以待我轻轻坐在他身旁, 傅茂行你好, 我是孙甜甜, 你的未婚妻, 只要我还活在世上一天, 就会好好照顾你, 余生请多多关照, 洗完澡我自然地躺在了傅茂行身边, 我睡不着, 给他说说今天发生的事, 不知道自言自语地说了多久, 困意来袭, 翻身对着他说道晚安, 未婚夫尽管睡得很晚, 可生物中让我六点半准时醒来, 迷迷糊糊之间, 习惯性地蹭了蹭身边的东西, 今天的大熊怎么这么暖和, 还有心跳声, 嗯心跳声, 忽然反应过来, 我已经搬到傅茂行房间了, 那我抱的岂不就是他, 我瞬间清醒了, 睁开眼, 发现半个身子都趴在了傅茂行身上, 腿还夹着他的腿, 天哪, 他不会被我压坏了吧, 我赶紧拿开压住他的腿, 起身对不起, 对不起昨晚把你当成我的大熊了, 应该没有把你压坏, 早安未婚夫, 我起床洗漱, 换好衣服, 打水准备给腹帽形洗脸, 敲门声响起了, 少夫人起床了吗, 医生要来给少爷按摩腿脚了, 我打开门, 李管家带着一行人进入房间, 一个中年男子准备给腹帽形洗脸, 我是他的妻子, 我来给他擦,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你给我说一下, 我动作轻柔地拿起毛巾给腹帽形擦脸, 一寸一寸, 一点一点地, 擦拭着他如刀雕刻般英俊硬朗的脸, 他已经两个月没有晒过太阳, 皮肤变得十分白皙, 擦完脸我站在一旁, 看着两个医生给腹帽形按摩手脚, 送走医生, 我下楼准备吃早饭, 公公今天没有去公司, 自从腹帽形出事, 公公又接管了公司, 他大儿子, 也就是我现在的大哥, 是个只懂得吃喝玩乐的顽固子弟, 对经商一道毫无兴趣, 我和公公吃了早饭, 李管家带着一个西装男进来, 甜甜这是股权转让协议, 你看他没问题, 就把字签字, 把我和帽形订婚不是为了钱, 这太贵重了, 我不能要, 我给你股份, 不单独为了你, 还为了帽形, 就当我自私了, 用钱这个俗物, 把你捆绑在帽形身边, 把你放心吧, 只要我还活着, 就一定会好好照顾帽形, 我签了协议, 剩下的律师会处理好, 我只需要每年等着拿分红, 公共去书房处理公务了, 我正准备回房间, 傅芳伯一家和孙曼丽来了老宅, 大哥大嫂, 傅芳伯妈妈, 我的大嫂瞥了我一眼, 阴阳怪气地说着, 弟妹现在好风光啊, 给嫂子说说, 你到底是怎样讨爸欢心的, 居然把股权无偿赠送你, 要知道我嫁入傅家这么多年, 还生了傅家的长孙, 也不见爸对我有任何奖励, 我坐在沙发上, 对着他吃笑一下, 大嫂这你就要问爸了, 我也不知道爸为什么这么疼爱我, 你来晚了, 早十分钟就可以亲自见证, 我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了, 大嫂出身并不好, 是个陪酒女, 可是大哥喜欢她, 非要寻死觅活地娶她, 加上她怀了大哥孩子, 没办法公共只能让她进了傅家, 连婚礼都没有办一个, 领完证就让他们出去住, 看着她用力握着的拳头, 我心里一阵得意, 让你以前看不上我, 嫌我没了妈, 还不得我爸喜爱, 对我百般挑剔, 我为了嫁进傅家, 一直忍着随叫随到出门, 吃饭, 购物都是我出钱, 现在我和你都是平辈, 可不会再惯着你了, 看着一旁, 沉着脸的富方百合孙曼丽, 这不是我大侄子和侄媳妇吗, 怎么看见我这个婶婶都不打招呼呢, 他们两个脸色像吃了屎一样, 对着我恶狠狠地叫了声婶婶, 我也不想和他们寒暄, 他们也不见得乐意和我待在一起, 起身回了房间, 不一会门被敲响了, 打开门是孙曼丽, 我挡在门口, 冷冷看着她, 有何贵干? 孙甜甜等父老头子一死, 方伯继承了公司, 我立马把你和傅茂行这伙死人扔出去, 你手里的股份也全部都会是我的, 我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打了她一巴掌, 怕孙曼丽, 我看你是欠打吧, 嘴巴那么臭, 孙曼丽扭曲着脸, 抬手准备打我, 一阵阵轻微地响动传来, 孙曼丽立马捂着脸流着泪, 可怜兮兮地对我说, 姐姐, 你怎么可以这么恶毒, 声响越来越近, 是爷爷处理完公务过来看望傅茂行啊, 爷爷姐姐没有打我, 她也没有诅咒小叔早死, 孙曼丽转身, 像是不敢置信公公会出现在她身后, 捂着脸欲盖弥彰地偷偷看了我一眼, 你们先去楼下等我, 我打声招呼就走, 孙曼丽紧跟我, 孙天天你就等着那个老不死的, 把你扫地出门吧, 你手里的股份也会是我的, 我赶紧加快脚步, 不想和一个傻子计较, 孙曼丽前两秒才跟我放完狠话, 下楼看见沙发上的傅芳博一架, 马上捂着脸低声抽气起来, 孙曼丽上完了眼药, 连一家三口看我的眼神都不对了, 我立马离那, 四口人远远的, 生怕被传染了傻病, 公公下来了, 那一家赶紧围上去七嘴八舌的告状, 傅芳摆瞪了我一眼爷爷, 孙甜甜这么恶毒, 她不配留在傅家, 您赶紧收回赠送她的股份, 把她扫地出门, 大侄子脑子是个好东西, 可惜你没有, 难怪你会喜欢孙曼丽, 你俩真是天生一对, 公公坐在沙发上, 甜甜你来说, 到底怎么回事, 把我这有完整的录音, 还是听录音吧, 免得有些人不相信, 我拿出手机, 准备播放, 孙甜甜不准放, 孙曼丽冲上来准备抢手机, 可惜被猪队友她的婆婆拉住了, 丽丽让她放, 有理我们不怕你, 爷爷是个公道人, 肯定会为你做主的, 这打不能白挨, 手机里传来了孙曼丽的声音, 大厅里所有人都听到了, 大侄子照你刚刚说的, 该被赶出去的恶毒人, 是你的未婚妻孙曼丽, 傅方百一家都猛了, 傻傻地看着孙曼丽, 这时候公公开口了我这个老不死的, 都还没死呢, 就有人惦记着我的公司, 还想把我的儿子儿媳扫地出门, 傅方百不服气爷爷, 这录音肯定是假的, 是孙甜甜既恨我喜欢曼丽, 故意造假的, 方伯你是我们傅家的长孙, 你长成今天, 这个样子太让我失望了, 本想着给你找个好媳妇管着你, 谁知你眼光也和你爸一样差, 这样的孙媳妇我们傅家要不起, 你们一家回去吧, 想清楚再来回话, 听着公公的话, 我差点没有笑出声, 一句话骂了四个人, 那一家四口灰溜溜地走了, 公公把我叫到书房, 和我谈了一个多小时的话回, 到房间, 我看着躺在床上毫无生机的傅茂行, 陷入了沉思, 公公说傅茂行行不过来, 公司最后只有交到傅方白手里, 他死后, 会安排人把我和傅茂行送到国外, 等公公一走, 没了他的庇护, 我连妈妈留给我的股份都保不住, 难道, 我以后真的要带着傅茂行逃到国外吗? 我握紧了拳头, 指甲刺痛了手心, 不我不甘心, 我要让背叛妈妈的人都得到报应, 还要拿回属于我的东西, 我有一个特别鸡肋又羞耻的能力, 通过亲吻能让生病的人重回健康, 这个亲吻, 可不是两嘴巴一搭了就完事的, 是要带着深情自愿的法式热吻, 每次时间还不能低于半小时, 别问我怎么来的, 我也不知道, 自然而然脑海里就有了记忆, 我也不确定是不是真的, 现在只有死马当活马医了, 不就是热吻吗? 只要能让我得偿所愿, 再羞耻的事我都会做, 腹帽行不是我要占你便宜, 我都是为了救你, 说完便捧着她的脸, 回忆着某些片子里的动作, 视死如归地吻了下去, 我一个牡丹, 二十四年的黄花大闺女, 终于知道接吻是啥滋味了, 今晚我舌头都已经不是自己的了, 嘴巴也肿了, 脸上热热的, 不用照镜子我都知道肯定红成了一片, 我抹了抹嘴巴, 呃,滋味不错, 我看了一下被我猥亵的对象, 不是是救治的对象, 她的情况比我更惨, 由于我没有经验, 不小心咬到她舌头出血了, 现在她的情况就是嘴角挂着一丝鲜红, 嘴唇红肿不堪, 这时候要是有人来看见, 绝对会骂我一生禽兽啊, 连病人都不放过, 怕什么来什么, 一声敲门声响起, 少夫人到了给少爷擦身换衣服的时间了, 我清了清嗓子, 心虚地说道, 以后少爷擦身换衣服的事都归我了, 除了医生日常的检查按摩, 这个房间就不要有其他人进入了, 门外的人走了, 我长须一口气, 不就是擦身吗? 反正她现在就是个植物人, 我就当洗萝卜了, 说干就干, 接完热水, 拿出毛巾准备给她擦身, 红着脸缓慢脱下她的衣服, 虽然躺了两个月, 可她的身材依旧很好, 健硕的胸肌, 壁垒分明的八块腹肌, 再往下是挺翘的屁股, 皆是有力的大腿, 中间还有不能看, 要长真眼, 不过不小心挑到一眼, 很大我拿着毛巾缓缓擦拭她的身体, 手忍不住在她的胸肌还有腹肌上猛开, 由黑, 真滑溜擦到两腿中间, 我闭着眼睛用毛巾胡乱擦拭一番, 赶紧转移阵地,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它擦完, 换上干净衣服, 我也不知道一天要亲吻几次才有效果, 反正一有时间就抱着她一顿狂亲, 每天从她怀里醒来也不再害羞了, 半个月后的一天中午, 公公也在家, 傅芳博牵着孙曼丽喜气洋洋地来了, 爷爷告诉您一个好消息, 曼丽怀孕了, 您要有重孙了, 我老了也不想管那么多了, 只有两点, 在我活着的时候, 不想在老宅看见她, 她也不能出席任何傅家举办的宴会, 你们走吧, 我看着公公原本挺拔的脊背, 再听到这个消息, 以后弯了下来, 都半个多月了, 傅茂行还是没有好转的动静呢, 倒是我亲吻的次数太少了, 我可是早中晚一日三次啊, 就这样, 我的嘴唇每天都是红肿的, 还偷偷窝窝买了消肿药膏, 生怕别人发现, 要不以后每天多闻几次, 我把亲吻次数从以前的三次增加到六次, 消肿药膏已经不管用了, 我撒谎说最近身体不舒服, 让人把饭菜送到房间, 每次亲吻我都浑身虚脱, 没办法呀, 一个大帅哥躺着任我蹂躏, 我是个正常的女人, 我也有需求啊, 早上给傅茂行治病的时候, 忍不住发了两句牢骚, 傅茂行你快点醒来吧, 这一个月来天天和你接吻, 我都空虚寂寞冷了, 我正在深情地给傅茂行治病, 管家敲门说, 大哥, 大嫂来了, 大哥和大嫂来看望老爷子, 我这个弟媳妇, 不得不出去和他们见一面, 为了不让人看见我红肿的嘴巴, 我戴上了口罩, 下楼大嫂独自在客厅里坐着, 弟媳这是怎么了, 在自己家里还戴口罩, 怕不是嫌弃我吧, 大嫂, 我最近感冒了, 怕传染给你, 所以特意戴了口罩, 大嫂盯着我, 若有所思, 佣人给大嫂上茶, 大嫂端起茶杯走到我面前, 弟媳啊, 以前多有得罪嫂子, 在这以茶代酒, 给你赔的不是, 我端起茶杯还在纳闷,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谁知她哎哟, 一声, 茶水洒了我一身, 弟媳真是对不住了, 年纪大了, 手都没有端稳, 我给你擦擦, 不用不用, 我自己来就好了, 一番拉扯中, 我的口罩掉了, 大嫂眼睛都亮了, 声音都提高了八个条, 好啊孙天天, 你个淫妇, 居然背着小梳子, 偷人戴个口罩仪, 为我就看不出来了, 大嫂踩着高跟鞋, 大步往外冲, 嘴里直嚷嚷罢, 不得了了, 孙天天, 做了对不起小梳子的事, 我欲哭无泪地站在客厅里, 怎么办, 难道说, 我的嘴是和腹闹型, 亲种的, 那我得多饥渴多变态, 才会对一个植物人下手啊, 公公黑着脸进来了, 身后跟着幸灾乐祸的大哥和大嫂, 我急了握着双手吧, 你听我说, 不是大嫂说的那样, 我是什么样的人, 你还会不知道吗, 孙天天, 你别狡辩了, 你那红肿的嘴唇, 已经说明了一切, 快交代肩肤是谁, 大嫂兴奋的声音都颤抖了, 公公语重心长地对我倒甜甜, 到底怎么回事, 你大嫂这个大嘴巴一路嚷嚷, 其他人也知道了, 你不解释清楚, 很难服众, 这个是真的很难解释清楚啊, 我没脸说呀, 可就像公公说的一样, 不解释清楚, 庄园这么多人, 总会有风言风语流传出去, 丢脸就丢脸吧, 我捂着脸, 正准备把我猥琐, 副帽行的事说出来吧, 我嘴唇红肿时, 是我亲肿的, 一道带着笑意, 富有磁性的声音从楼上响起, 公公声音颤抖了帽行, 我是在做梦吗? 你醒了, 我抬头顺着公公灯过去的方向一看, 这不就是我同床共枕, 有过亲密接触的未婚夫副帽行吗? 我内心狂喜, 天哪他可终于醒了, 我也不用背上变态的名声了, 腹帽行扶着喜极而泣的公公, 坐到沙发上, 走到我身旁, 拉着我的手坐下, 大概十天前, 我的意识恢复了, 今早甜甜在我耳边呼唤, 我慢慢醒了过来, 一时没忍住就苛刻, 我想给您一个惊, 喜让他不要告诉你, 我背他的话震得, 忘了他还一直握着我手这回事, 那你岂不是能感受到, 旁人触摸你对你说的话, 也能听见, 他给了我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 对你这几天说每一个字, 每一句话, 我都听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你对我做的每一件事, 我也能清楚地感受到, 我实话了, 我不知道多久他们结束了谈话, 也不知道是怎样回的房间, 傅茂行捧起我的脸, 笑着对我说道, 怎么还没回神啊, 我不敢相信他说的话, 期待的小眼神看着他, 傅茂行你在骗我吧, 他露出一个迷人的微笑, 你趁着给我擦枣, 疯狂摸我的胸肌和腹肌, 趁机拍了两下我的屁股, 你握着我的时候, 还夸了一句, 好大, 睡觉不老实, 趴在我身上流口水, 早上还说你寂寞空虚了, 我脑袋一片空白, 别说了, 别说了, 不信你了, 我倒在床上, 用被子捂住脸, 我的清白啊, 以后我都没脸见傅茂行了, 在床上哀嚎了一会, 怎么没有声音了, 傅茂行呢, 我睁开眼爬下床, 傅茂行, 傅茂行, 在那呀你, 怎么不穿衣服啊, 流氓我长真眼了, 你一定要负责哈哈哈哈, 摸都不知道摸了多少回了, 还这么害羞啊, 傅茂行洗完澡, 光着身子就出来了, 又让我挑到了她的雄尾, 你把衣服穿上, 我们好好谈谈, 腹帽行穿好了衣服, 我脱出凳子和她面对面坐着, 把我救了, 她要她报答我, 并且我会和她退婚的事说了出来, 孙天天, 我是不会和你退婚的, 死了这条心, 为什么不退婚, 你又不喜欢我, 我喜欢你, 可你喜欢我, 侄子每次遇见我都躲躲藏藏, 我有那么让你讨厌吗, 傅茂行居然倒打一耙, 我忍不住和她理论起来, 明明是你每次遇见我都黑着一张脸, 浑身散发冷气, 活向我欠了你几个亿, 她双手握住我的肩膀, 直视着我的眼睛, 喜欢的女人不待见, 我能不生气吗, 孙天天我郑重地告诉你, 我喜欢你, 要娶你为妻, 不管你同不同意, 我都不会再放手了, 说完拽着我的手把我扯到她大腿上, 紧紧地抱住你, 松手摁摁, 腹帽形一手捏起我的下巴, 另一只手紧紧搂着我的腰, 低头吻了我, 原谅我这一个越来养成的习惯, 在嘴唇触碰的一刹那, 我嘴巴不由自主地就张开了, 舌头偷偷溜进了她嘴里, 你来我网中, 我被亲得浑身发软, 两眼泪汪汪, 我不想听到你嘴里说出拒绝的话, 腹帽形带着琴玉的声音从头顶传来, 我被她搂在怀里, 直喘粗气, 你是不是想把我勒死啊, 我答应不和你退婚, 快松手, 腹帽形清醒的消息很快传开了, 我以为她会很快回公司, 谁知她天天赖在我身后, 甜甜我的胸口忽然好难, 受需要你的救治, 刚开始我还当真了, 后来次数我多了, 我也就知道她是故意的, 不过我也乐意陪她胡闹, 谁让我也很享受呢, 今天是周六, 一大早接到我那扎爸的电话, 说让带着腹帽形回家一趟, 我本想拒绝, 可是扎爸说, 要那这些年的股东分红还给我, 腹帽形已经醒了, 现在我也是有靠山的人了, 我就胡假虎威一次去看看吧, 我带着腹帽形到了孙家, 进门看见富方白也在, 连我那又肥又蠢的弟弟孙豪, 也从国外回来了, 我也不想在这里多待, 开门见山地叫扎爸把钱还我, 甜甜怎么说这也是你的家, 吃了午饭, 我们再说其他事吧, 我带着腹帽形回了我以前的房间, 还是和我走的时候一样, 敲门声响起, 孙曼丽温柔似水的声音传来, 姐夫, 爸说找你有点事, 要你下楼一趟, 再怎么说, 我爸也是他长辈, 就算再不喜欢, 也还是要去一趟, 腹帽形一离开, 孙曼丽就挤了进来, 阴狠地对我一笑, 孙甜甜, 不要以为腹帽形醒了你就高枕无忧了, 我会让你身败名裂, 扫地出门, 说完狠狠打了自己一个耳光, 重重地摔倒在地, 眼泪随之而来, 啊, 我的孩子, 一阵凄惨地叫声响起, 很快门外就有一串脚步声传来, 姐怎么回事啊, 你流血了, 真是难为你了, 拖着三百斤的庞大身躯, 费力地蹲下, 想扶起孙曼丽, 快叫救护车, 我的肚子好疼, 我被孙甜甜打了一巴掌, 他还狠狠地把我推倒了, 他的话被门外的一行人听了个正着, 父方摆冲进门用杀人的眼, 神瞪着我孙甜甜, 你怎么可以这么恶毒, 曼丽孩怀着我的孩子, 要是孩子保不住, 我一定让你滚出副驾, 扎爸和后妈也纷纷指责我, 孙甜甜我真没想到你这么恶毒,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你妹妹, 甜甜我知道你不喜欢阿姨, 你有什么火冲我来啊, 怎么可以伤害我的女儿啊, 我双手环抱, 冷眼看着她们的表演, 傅茂行站在我身边, 把我搂紧她怀里甜甜, 我很懊悔, 为什么没有早点向你表白心意, 这些年你受苦了, 孙曼丽被抱下楼, 救护车到了, 除了我和傅茂行, 其余人呼天抹泪地挤上救护车, 我倒要看看孙曼丽接下来要干什么, 开车跟着去了医院, 孙曼丽送进手术室了, 我拉着傅茂行悠闲地坐在椅子上, 由于进医院时, 那一行人夸张地表演, 吸引了大群围观者, 后妈声泪俱下地对着围观的人, 控诉我的恶行, 渣霸也痛心疾首地说她没把我叫好, 让我变成了一个恶毒的人, 吃瓜群众一时间议论纷纷, 时不时用谴责的目光打亮着我, 还有人拿着手机, 对着我和傅茂行一顿狂拍, 说要把我们公之于众, 我这时候才知孙曼丽要干什么, 想利用舆论压力让傅家把我扫地出门, 我正在可怜那个没成型的孩子, 傅茂行的手机响了, 是他公司秘书打来的, 我在他旁边听得清清楚楚, 傅氏总裁未婚妻, 把季妹兼职媳妇推导至流产的消息, 传得人尽皆知, 公司股价下跌了, 我打趣地望着挂了电话的傅茂行, 要不要马上和我退婚, 这样股价会狠, 快回升的傅茂行深情地看着我, 只想当个婚君, 不要江山药美人, 医生出来了, 病人没有怀孕之前内分泌失调, 吃错药来立架了, 导致大出血, 我听到医生的话, 笑得身体直抽抽, 倒在腹帽形怀里, 医生又接着说, 病人以前做过不规范的人流手术, 伤了身体, 必须要好好休养, 否则很难有孕。 后妈尖叫着抓住医生袖子, 不可能, 我女儿就是怀孕了, 是不是你收了孙甜甜的好处, 所以造假, 你这个佣医, 我女儿截身自好, 怎么可能做过人流手术, 你们院长在哪, 我要告你, 收收贿赂, 医生不服气了, 把袖子扯出来, 我就是院长, 你可以侮辱我的人格, 但你不能侮辱我的医术, 孙曼丽被推了出来。 众人都还沉浸在医生报的大瓜里, 有几个小年轻拿着手机, 对着病床上虚弱昏迷的孙曼丽, 一阵猛拍, 渣霸反应过来了, 不准拍, 给我删了, 可没人听她的, 傅方白也一脸失魂落魄地走了, 我走到渣霸面前, 找我的好爸爸, 今天这出戏可真有意思, 傅家可不会让这么恶毒的人进门。 傅茂行一语定音, 我们傅家绝不会让孙曼丽进门, 我们回了老宅, 傅茂行去书房处理公务, 我拿出另一个手机, 编辑了一段话, 我就是网传的那个推倒妓妹, 害她流产的恶毒姐姐, 我没有推她, 真相在下面的视频里, 随即添加了一段视频发布在了网上, 不到半个小时, 一段孙曼丽自导自演, 摔倒陷害姐姐的视频火了, 点击量高达几千万, 孙曼丽被全网黑, 连带着渣, 爸和后妈也被黑了, 网友都在评论, 果然有了后妈就会有后爸, 我收获了一波同情, 而富士集团公司的股价也回升了, 渣爸给我打电话, 我把她拉黑了, 孙曼丽他们不会想到, 我会在房间里安装针孔摄像头, 这一切还要感谢孙浩, 我十八岁那年, 她溜进我房间拿首饰卖了根人, 赌牌, 在她又一次准备溜进去偷首饰的时候, 被我带到了, 我让她把以前偷的首饰交出来, 她反而跑去我爸面前告状, 说我诬陷她, 我拿不出证据, 被我爸狠狠地批评教育了一顿, 从那以后, 我就在房间安装了一个针孔摄像头, 晚上公公知道了孙曼丽甲怀孕, 还诬陷我的事, 气得打电话给傅方柏, 让她立马和孙曼丽退婚, 断绝来往, 傅方柏估计是被伤到了, 很爽快地就答应了, 说挂了电话就通知孙家, 估计怕孙曼丽纠缠, 第二天一家人麻溜地跑到国外度假了, 又是一个新的一周, 傅茂行终于想起, 还有公司需要她去管理, 麻溜地去上班了, 甜妹呀, 你咋得罪你那个妹妹了, 她出钱找人准备回你清白, 录下视频传到网上, 让你红报全网, 给我打电话的是任的干姐姐, 她哥哥是一个混混头子, 因缘巧合之下帮过她一个小忙, 她很讲义气, 非要任我做妹妹, 我以为孙曼丽会就此消停, 谁知她越挫越勇, 既然你想毁了我, 那我就让你自食恶果, 我除双倍价钱让她自食恶果, 对付这种人, 只有以报之报, 晚上傅茂行回家了, 甜甜我查到一点有意思的东西, 你会感兴, 去的我拿着她递我的照片, 一看是后妈跟一个小白脸的亲密照, 后妈给我爸带绿帽子了, 我站起来拉着她坐下, 突闪着大眼睛让她解惑, 小白脸是我哥们会所里的人, 那哥们拿着这张照片求我帮个忙, 我抱着傅茂行兴奋的猛亲, 有了这张照片, 我运作一番, 让扎爸亲手捉肩在床, 后妈绝对会被扫地出门, 傅茂行还告诉了我一个重要消息, 每周五后妈都会和小白脸约会, 她名下有一套房子, 就在扎爸公司附近, 是后妈出钱买的, 方便他们优惠, 今天是周一, 还有四天就可以让后妈扫地出门了, 我兴奋地睡不着觉, 在床上翻来覆去, 还是傅茂行让我给她治病, 到虚托才睡着了, 这几天我度日如年, 终于到了星期五, 我带着保镖跟在后妈身后, 看着她进了小白脸的房子, 我立马拿出新注册的手机, 给扎爸发了那张私密照, 告诉她地址, 让她桌奸, 富贸行给了小白脸一笔钱, 让她再加装了摄像头, 我待在车里吃着水果, 惬意地看着平板里传来的影像, 扎爸当场桌奸在床, 气得把后妈从床上揪下来, 狠狠地甩了她两巴掌, 后妈哭着说是小白脸诱惑抢逼她, 小白脸拿出聊天记录反击, 是后妈主动包养, 很快扎爸就气冲冲地走了, 后妈胡乱穿好衣服, 哭喊着追了出去, 小白脸跟着追了出去, 很快网上就有傅太太拿着老公的钱, 包养小白脸, 被老公捉奸在床, 小白脸与老公当街大打出手, 的视频流出, 扎爸和后妈一个星期前, 才小伙了一下, 尽管当时视频很快就被删除了, 但还是有很多网友记得他们, 网友都纷纷留言有钱人玩的真话, 等我有钱了, 也保养一个小白脸, 这下后妈绝对会被扫地出门了, 中午十二点, 一庙灵女子大战三猛男, 的人类繁衍动作片, 更是火爆全网, 视频也很快就被删除了, 可有手快的早已下载保存了, 众人私下互相传看视频, 女主也被认出, 是一个星期前诬陷姐姐的孙曼丽, 上午妈妈被捉奸在床的, 中午女儿大战三猛男, 网友直呼是今年吃过最大的瓜, 扎爸婚内出轨, 生下两个孩子的事也被扒了出来, 更有知情人爆料, 扎爸十年来把持着发妻女儿的分红, 人记地记妹欺压辱骂大女儿, 一众网友跑到福满屋公司下面留言, 当初背叛发妻, 现在被小三背叛, 活该莫名心疼原配留下的孩子, 这样的人简直不堪, 为人夫为人妇, 请当地税务局查查, 该公司有无偷税漏税, 这条评论立马引来十几万人点赞, 两点, 当地税务局在这条评论下回复安排我, 看着网上的发展, 觉得真是老天都在帮我呀, 社会大姐动作真快, 服务很周到, 该给她加两个鸡腿, 晚上傅茂行回来说扎爸到公司求她, 看在我的份上帮她渡过难关, 她给了个魔能两可的回答打发了扎爸, 看在我的面子上, 一定要让她受到惩罚, 看你最近表现不错, 晚上回房给你个惊喜, 傅茂行期待地看着我, 要拳雷打了吗? 我轻轻踢了她一脚, 去你的没有结婚别想, 你是在暗示我, 赶紧结婚吗? 我一定会给你个盛大的婚礼, 让你风风光光地嫁给我, 晚上我红着脸从被子里爬出来, 傅茂行满脸潮红地给我递了杯水, 赶紧喝口水述述口, 我害羞地不敢看她把水吐掉, 赶紧关灯躺下, 背对着她, 傅茂行一把把我搂进她怀里, 甜甜, 谢谢你, 晚安我爱你, 老板娘, 出轨, 公司二千金大站猛南浮满屋, 一时间股价暴跌, 更有内部员工爆料, 公司近两年收益不好, 全网都在等税务局消息, 这期间我也没闲着, 找了一个风和日丽的周末, 大摇大摆地去了孙家, 进门看见渣爸把手礼包扔在茶几上, 生气地坐在沙发上, 爸你不知道, 现在傅家嫌弃我, 有一个丢脸的后妈和继妹, 想要冒行和我退婚, 我知道公司最近出了问题, 一直叫冒行帮忙周旋, 要是我被退婚了, 他也没立场帮家里了, 扎爸沉思片刻, 你放心爸爸会处理好的, 你赶紧回去稳住傅冒行, 还是你最孝顺, 我以前是爸爸对不住你了, 我满意地离开了, 后妈是周一上午被净身出户的人, 是下午和孙曼丽一起 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对外宣布, 两人自认做了很多错事, 精神失常, 为了不让他们伤害无辜人, 只能忍痛送进精神病院, 时不时打电话关怀一下我, 末了都要强调一下, 一定要让傅家帮忙渡过难关, 娘家好了, 我在婆家才能站稳脚跟, 我都尽量和她周旋, 只等最后税务局结果出来, 一个月后, 结果出来了, 福满屋公司偷税漏税, 金额巨大, 要求在限定期限, 内部缴税金至那金家罚款, 高达28亿, 随着这消息一出, 福满屋股价更是跌了一截, 民众更是公开表示, 不会再买福满屋的衣服, 拿不出那么多现金, 找我帮忙, 我给她支了个招卖股票, 卖房子我愁眉苦脸探口气霸, 趁股价还没有跌入股底, 售卖一点, 帮助公司渡过难关吧, 我会把手里股票一起卖了, 帮助家里渡过难关, 扎坝失魂落魄地走出了富家庄园, 我知道她会同意的, 果不其然, 富贸行下班回来, 就告诉我, 扎坝已经在开始行动了, 我立马赚了一大笔钱给扎坝吧, 我把手里的股份全卖了, 钱都在这了, 扎坝很是感动, 表示剩下的她来想办法解决, 一个星期, 孙家老宅和其余几处豪华别墅被售卖了, 股票也已抛售了一部分, 扎坝这段时间老了十几岁, 东天西凑总是把钱凑齐了, 而我也该收网了, 周一我穿着一身高定职业套装, 化着精致的妆容, 带着律师直奔服满屋, 前台还想拦住我, 我对她一笑记住了, 以后我才是公司的老板, 会议室里, 公司中高层领导全部都在, 扎坝正在画大饼, 公司出现问题, 需要众人齐心协力共度难关, 领导带头动员员工主动降薪, 等艰难时期一过, 全员立马在现工资基础上涨薪百分之二十, 会议室一片沉默, 我推门进去, 乖女儿, 你怎么来了? 律师站出来对着扎坝说, 孙先生, 不好意思, 孙甜甜女士要求召开股东大会, 罢免您的董事长一职, 并选举出新的董事长, 扎坝站起来怒视着律师, 不可能塌陷, 再没有公司股份, 没权召开股东大会, 孙先生, 孙甜甜女士持有福满屋公司百分之六十八的股份, 拥有绝对话语权, 我被扎坝黑沉的脸带到了办公室, 孙甜甜到底怎么回事, 你手里的股份不是卖了吗? 抛售的股份我也查过, 买主不是同一人, 我拖过椅子坐下, 直视着他, 公司有现在的困境, 都是我在背后推波助澜, 至于买主, 腹帽行找的人, 告诉你个秘密, 桌间短信, 孙曼丽视频都是我做的, 渣霸气得满脸通红, 额头轻轻爆气, 怒视着我, 逆女你个逆女, 我真恨不得在你的刚出生的时候, 就掐死你, 曼丽可是你的亲妹妹啊, 你怎么可以这么恶毒, 你以为你一介女流, 公司股东真的会选你做董事长吗? 我站起身, 两手撑着桌子, 我妈只生了我一个人, 股东会不会选我, 就不劳您操心了, 说完, 大笑着离开了办公室, 股东大会也已经准备好了, 同意罢免孙董事长的请举手, 号全票通过, 你们这些白眼狼, 这么多年都是我兢兢业业的经营公司, 你们采用每年的巨额分红, 现在你们居然要罢免我, 真是一群忘恩负义的东西, 一个头发花白的男性股东开口了, 孙董事长, 五年前我们拿到手的分红就比之前少, 你说公司经营效益不好, 还拿假账给我们看, 我们当时信了你, 直到税务局曝光公司偷税漏税, 才知道你一直在骗我们, 这么多年来, 公司在你手里一直走下坡路, 你不适合再继续担任公司董事长了, 我们一致同意, 由孙田天继任福满屋公司, 董事长一职, 其与股东七嘴八舌的复合, 说同意我担任公司董事长, 一直扎坝气地摔凳离去, 我立马让公关部宣布董事长变更, 出具一份道歉声明, 表明今后都会遵纪守法, 绝不做任何不利于国家和人民的事, 消息发布不到五分钟, 吸引几十万网友观看, 评论区也是有包有贬, 不再是之前的一篇叫骂了, 副帽行, 帮我在国外高价挖了几个设计师, 送到公司, 我也是学服装设计的, 亲自到母校选了一批设计新颖, 有创新的学弟学妹注入设计部, 很快公司推出来下级新品, 由于款式新颖, 颜色亮眼, 吸引了一大批顾客, 陆续忙了一个月, 公司也在慢慢恢复生机, 自从上次渣坝被罢免的董事长一职, 就再也没了他的消息, 我准备去看望一下他, 在外人眼里, 没有不适的父母, 只有不孝的儿女, 公司才起步, 不能再次陷入危机, 我开车前往渣坝现在住的小区, 敲了半天没有人开门, 去问物业说, 已经几天没有看见渣坝和孙豪的身影, 我让物业拿着钥匙随我去看一下, 打开门发现渣坝面色苍白倒在地上, 物业叫了救护车, 我把渣坝送到了医院, 一番检查, 渣坝中风了, 我回到病房, 渣坝已经醒了, 费力地挤出几个自律师来医院, 我把他惯用的律师叫来医院, 听着渣坝费力地说, 要把名下公司股份全部转给我, 我虽然恨渣坝可不会跟前过不去, 立马签了合同, 爸孙豪呢, 他不是和你住在一起吗, 强前跑了, 不认他这个儿子, 这几个字, 耗尽了他全部力气, 渣坝躺在床上直喘粗气, 孙豪还真干得出来这事, 从小就自私自利, 不学无术, 既然他亲爸都说不认他了, 我这个季节肯定更不会管他, 傅茂行找人查了孙豪的去处, 跑到国外了, 既然这么喜欢国外, 那就一辈子都不要回来了, 我拿回了公司, 背叛妈妈的人也都遭了报应, 我把渣坝送到了养老院, 余生他都将在里面度过, 公司越来越好了, 傅茂行最近神神秘秘的, 双手有着许多伤口, 问他说是不小心伤的, 周五我下班, 公司门口围了一大堆人, 隐约听见路人说什么求婚, 好羡慕, 难道是公司哪个女同事要被求婚了, 正准备离开人群, 让出来一条一臂宽的通道, 一个由无数朵红玫瑰组成的新行李, 傅茂行穿着深色西装, 深情地望着我, 孙甜甜我爱你, 请你嫁给我吧, 余生我会用生命去爱你, 周围人一个劲地起哄, 嫁给他嫁给他, 赶紧答应, 我缓慢走到他面前, 哪有那么容易就娶到我呀, 单膝下跪, 还有戒指呢, 傅茂行单膝下跪, 拿出一个首饰盒, 这是我亲手设计制作的戒指, 我爱你甜甜, 嫁给我吧, 那是一枚, 足有鸽子弹那么大的血红色钻戒, 这是我从苏富比拍卖会拍来的, 希望你喜欢, 我知道的新闻里报道过, 一位神秘人拍走了一枚 十八克拉的血钻, 看来那个神秘人士就是傅茂行, 他手上的伤口就是这样来的呀, 我答应你, 我也爱你, 傅茂行我们在人们的欢呼声中, 忘乎所以的拥吻在一起, 结束的时候, 我跟他嘴唇都红了, 一个小年轻感慨地对着我们道, 你们两个肺活量真大, 足足接吻了十分钟, 我心想, 这算什么, 还有更长时间的呢? 一下子反映过来这是大庭广众之下, 一时兴奋, 难以躲在富贸行怀里, 我们的求婚视频被传到了网上, 网友纷纷评论留言, 甜甜总算苦尽甘来了, 一定要幸福啊, 啊金童玉女, 两人好般配啊, 只有我关心那颗钻戒多少钱吗? 我看着这条评论下, 有个知情人说了价钱, 顿时引来一片羡慕声, 我在祝我幸福的评论下回博了, 谢谢祝福, 我现在很幸福, 未来也会很幸福。 周一我们去民政局领了结婚证, 红灯本意到手, 风暴行李马拿过去, 这么重要的东西, 交给我保管吧, 回家我看着他, 小心翼翼的, 把结婚证放在了他的保险柜里, 晚上我和他洗完澡, 迫不及待地冲到床上, 傅茂行感慨一句不容易啊, 喝了这么久的肉汤, 总算吃到肉了, 别废话赶紧的, 傅茂行身形一致, 把我推倒, 咬牙切齿到孙甜甜, 你等着明天绝对让你下不了床, 我被他翻来覆去覆去翻来的, 折腾了个遍, 床上厕所浴缸, 第二天我睡到了下午, 身上遍布清清紫紫的吻痕, 而操劳了一夜的傅茂行, 简直神清气爽, 像吃了食拳大补丸一样, 我和他定好了结婚的日子, 拍婚纱照, 选照片婚礼十分豪华, 国内外知名企业家, 连某国的王子都出席了我们的婚礼, 大哥一家也回国了, 现在, 他们都要靠着富茂行贼的古东分红, 过日子压根不敢得罪, 我大嫂更是时不时地吹捧巴结我, 婚后一个月, 晚饭桌上有我喜欢的麻辣鱼, 我闻着气味觉得有股腥味, 特别想吐, 忍了一下, 终是没忍住, 跑到厕所吐了, 富茂行冲进来拍着我的背, 甜甜, 怎么了, 是不是吃坏肚子了, 没事就是忽然想吐, 想吐甜甜, 你是不是怀孕了, 你的立价已经推迟了三天了, 我一想还真的是, 富茂行记得所有和我相关的事, 我取笑他, 你是不是早就猜到了, 所以这几天即使特别想要, 我也强忍着, 连我刻意勾引你都不为所动, 我还以为你对我没感觉了, 我是怕伤了你, 不然早就把你办了, 公公在外面问我, 怎么了富茂行小心翼翼地把扶出去, 爸甜甜怀孕了, 你马上就要抱孙子了, 我悄悄掐了一下富茂行这个大嘴巴, 万一梅淮岂不是特丢人, 富茂行给了我一个肯定的眼神, 公公十分高兴, 让我好好养胎, 给我转了一千万, 让我买喜欢的东西, 更是分付管家, 多买些适合孕妇吃的补品, 睡觉的时候, 富茂行生怕伤到我, 离我远远的, 我故意用哀怨的语气逗她, 哀果然啊, 我不是你的最爱了, 你现在都嫌弃我了, 我还是去客房睡吧, 看你都要滚下床了, 我怎么会嫌弃你呢, 我是怕伤到你和孩子, 我不管就要你抱着我睡, 难道真的是怀孕了, 我都学会无理取闹了, 富茂行赶紧抱着我, 在她温暖的臂弯里, 我很快就入睡了, 第二天我们去了医院, 我拿着臂抄单, 富茂行傻愣愣地看着我, 甜甜你掐我一下, 我是不是在做梦, 你居然怀了三胞胎, 你没看见白纸黑字写着呀, 宫内早孕, 三个胎心, 简直没眼看了, 平时多精明的一个人啊, 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 哈哈哈哈, 我有孩子了, 我要当爸爸了, 还一次就是三个孩子, 周围人全部转头盯着我们, 太丢人了, 我想拉着他赶紧走, 一个陪老婆产俭的男士, 用震惊的眼神看着富茂行, 兄弟厉害了呀, 一次就来三个孩子, 了不起呀, 小伙子好好照顾你媳妇, 这女人怀孩子可不容易, 你媳妇还一次怀三个, 更加辛苦难熬, 富茂行听到一个阿姨的话, 瞬间担忧又心疼地看着我, 我笑着对他说, 没事, 这孩子是上天给我们的馈赠, 既然来了, 我们就要欣喜迎接他们的到来, 富茂行当我是一岁品, 每走一步都要说小心脚下, 我觉得十分心累, 挨自己选的老公有什么办法呢, 只有宠着吧, 回到家公共知道我怀了三个孩子, 高兴地对着我直呼甜甜, 你真是我们富家的功臣啊, 有钱人宠爱一个人的方式, 就是可敬给他钱, 公共一高兴, 飞机游艇, 别墅跟不要钱似的都给我安排上了, 我现在名下, 已经有价值几百个亿的资产了, 我成了名副其实的富婆, 富茂行更是调侃让我包养他算了, 公司的事我都交给总经理处理了, 富茂行更是当了甩手掌柜, 让公共处理公司事务, 他天天二十四小时不离身地陪着我, 虽然怀三个孩子很辛苦, 但有爱的人陪在身边, 我一点也不觉得苦, 我带着富茂行去公墓看望妈妈, 妈妈我谢, 在过得很好, 有爱我的老公, 还有即将出世的孩子, 你在那边可以放心了, 妈妈您放心, 我会用生命去爱护甜甜, 我依偎在富茂行怀里, 笑得十分灿烂。